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 已經跟各位講過 說我們 在做投資決策分析的時候 那我們必須要將 未來很長一段時間 的一個現金流量 然後能夠折為 跟今天你所決定要做的一個投資 去做一個 比較 你才能夠去 判斷 這個投資決策會不會賺錢 或是 他所提供的報酬率 是不是符合你當初的 期望 所以在我們正正講投資決策 分析之前 我們就要把 在不同期間 所產生的一個現金 如何來衡量他的價值 或是衡量 一個現金支出 跟未來現金流入 他彼此之間 隱含著怎麼樣的報酬率 我們要跟各位做一個解釋 那解釋完了以後呢 我們在下禮拜 才能夠真正 開始對 投資決策分析 應該如何來進行 做一個比較 相近完整的報告 那我們上禮拜 已經把一些計算 現金流量 現值跟中值的方法 跟各位報告 我們講過單一的現金流量 如何計算它的中值跟現值 還有一些年金 也就是每隔一段時間 領取或支出相同現金流量的那種形態 如何去計算它的現值跟中值 那我們也在花了一些時間解釋一下 如果你想用Microsoft Office所函的Excel Program 如何去計算這些現值跟中值的方法 也跟各位報告過 那今天呢 我們都會重複的 我們上禮拜所講過的東西 應用在今天的課程裡面 那我們上個禮拜呢 還花了一些時間 我們先把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 所謂分期付款型的一個 長期借款的一個貪銷的一個問題 跟各位報告了 那那個其實就是 有點像是一個 一個年金的一個支付 那計算現值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今天接下來呢 我們想講一下利率 因為我們在這邊有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除非我們有特別說明 要不然在財務金融領域裡面 當我們談到計算利率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是以負利這個過程 來當作我們的一個基本運算的一個法則 那所謂負利呢 就是說你計算利息的時候 那你在第二期以後的一個計算利息的過程當中 他會把前期所產生的利息 加入他原先的本經裡面 加入他原先的本經裡面 然後再進行計算新的利息 所以呢 就有點像我們 有一種 民間的一個說法說 前滾前利滾利 這樣的做法 也就是說你前期所產生的利息 在你計算利息的後期呢 會產生額外的一些利息 那因為有如此的一個現象 然後再加上呢 我們在財務金融業 我們通常在報利息的時候 我們通常有一種約定 這個約定呢 就是說 當我們報告利息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你的那個利率呢 通常是以年利率來表示 那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那個 那個金融機構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你如果來存我們的定存的話 然後呢 他說前三個月 我們的定存利率算你2% 好 你要注意一下喔 他說前三個月 然後呢 你的定存利率是以2%來計算 那所謂的2%呢 是年利率的2% 但是他的前三個月呢 就只有三個月 那各位當然知道就是說 如果年利率是2%的話 那前三個月的話 就是他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0.25% 但是他不會告訴你說 你在這前三個月呢 我會用0.25的利率來跟你算 他會跟你講說 我們的年利率是2% 但是你前三個月呢 我們就是用年利率2%來算 但是他就有其中的三個月 也就是說你如果 要存後面9個月的話 他可能又apply另外一個利率 所以這是那個金融機構很可能 常常跟你用的一種說法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問題存在 當你報年利率的時候你是用 當你報價 利息報價的時候用年利率來報價 但是你有些時候 你在計算利息的期間 不是一年 那比如來講 各位如果有存郵局的話 那你大概會很清楚說 郵局是每半年複習一次 對不對 在6月21號跟12月21號的時候 他有兩次分別跟你計算利息 所以他計算利息的期間 是一年兩次 那信用卡呢 原則上信用卡的話是每年幫你 每個月幫你計算利息一次 為什麼 他信用卡的那個賬單 是每個月寄給你 那每個月寄給你 他當期就跟你算利息 如果你有欠他循環利率的話 他會跟你計算一些利息 所以他就等於每個月計息一次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差別呢 我們必須要知道 如果當你利息報價的年利率 也就計算利息的時間 跟年利率的期間如果不符的話 那你真正利率的大小 很可能跟你報價那個年利率 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舉個例子 我們假設我們的利息報價 都是12% 因為我們報價的時候都 慣用以年利率來報價 但是如果說每年計息的話 每年計息的話 我這邊一直寫付款頻率 那也可以把它寫成計息頻率 那所謂付款頻率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借那個 長期的借款來講的話 每年付款一次 或是每年付款兩次 那這個計算利息的方法就比較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們每年計息的話 那你會知道說計算利息的時間 跟報價利息的期間是一致的 都是一年 那所以呢它的年利率 所以我們這邊等一下會定義 就是說有個實質利率 或是叫有效利率 那剛好就會等於它的明目利率 因為你計算利息的期間 跟你報價的期間是一致的 都是一年 所以它的真實發生的利率 就是12% 那我們如果說每半年計息一次 或是每半年付款一次 每半年計息一次的話 比如說你在年儲存一塊錢 那我六月底的時候會計算一次利息 六月底的時候計算一次利息 那因為我年率率是12% 那當我計算第一期的利息的時候 我會把它除以二 因為它半年嘛 所以它每半年的話 就應該是產生6%的利息 所以我在第一年的 第一個半年的那個年底 六月三十號的時候 那我如果年初存一塊錢 到六月三十號的時候 銀行就欠我1.06% 因為它會利用6% 算前面半年的利息 但是我如果存款存一整年的話 我中間也沒有把錢領出來 那第二個半年呢 因為銀行的慣有的計算利息 方式是半年一次嘛 第二個半年它會依照你在六月三十號那一天 所累積的1.06 然後再去計算一次利息 那計算利息當然也是乘以1加上6% 所以呢你到年底的時候呢 你真的會領到的錢 就會是1加上6%的平方 1.06乘上1.06 1加上6%的平方 然後我們如果要計算利息的部分呢 就扣除掉本金就減1 你就會發現呢 是12.36% 也就是說你報價的時候 都是用年利率12%來報 那你如果計算利息的期間 是每半年一次的話 那你的真實利率 就是12.36% 那以此類推文 我們來看到每個月 如果每個月計算利息一次的話 那你將會看到 我如果年初存一塊錢 我在一月底的時候 那一個月的話 如果年利率是12% 一個月的利率應該是1% 對不對 所以我在一月底的時候 我會累積1.01元 1.01元 然後呢 在第二個月的月底 就變成1.01元的平方 然後一子類推文 我到第十二個月底 就會變成1.01的十二次方 那所以呢 我們如果計算出來有效利率 就會變成 1加上1%的十二次方 減掉他一塊錢的本金 所以呢 你將會看到 12.68% 好 那從這樣的一個敘述裡面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同樣的我們明目上的年利率是12% 但是隨著你計算利息的 次數越來越頻繁的話 你將會看到我們的 實質利率或是有效利率 會越來越高 會越來越高 所以呢 你將會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你是站在存款戶 如果你是存款的人 你當然希望說 那這個計算利息的頻率 越高越好 對不對 如果你站在貸款戶 你當然會希望說 那利息呢 最好不要算得太頻繁 最好不要算得太頻繁 比如說你如果是信用卡的消費者 而且你常常會有 未清償的那個餘額的話 那你當然會希望說他不要 每個月都計算利息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常常會看到信用卡的那個解釋 就是說 那你如果有 積欠未還的餘額的話 那你試用的利率大概是介於18%到20% 那他為什麼不能告訴你確切的數字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 他你如果很快的繳的話 那當然很接近他的那個 年利率18% 但是你繳款如果繳得比較晚一點的話 那他計算利息的事數可能就比較多一點 那你真實繳款的那個 所負擔的利率很可能就接近20% 所以你們會看一下 因為大部分的人的信用卡 他會跟你講說 年利率是18% 但是你越積欠越久 那這錢滾錢利滾利 然後到頭來他就會有 非常高的一個實質利率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 希望大家不要到地下錢窗去借錢 因為地下錢窗來講的話 他的年利率都高達30%以上 然後他又不跟你講說 每個月記息記一次的話 那錢滾錢利滾利 那可能一年下來 你欠的那個利息可能會非常的多 你再多欠個一兩年 我們常常看到說地下錢窗 常常你跟他借10萬塊錢 到頭來你會欠他50萬塊錢 那你就常懷疑說他利息是怎麼算的 他可能算你的利息就非常的高 好 那我們有個公式 有個公式就是說 那如果 如同我們剛才所講的 我們的明目上利率是12%的話 那我們的那個i就是12% 那我們如果每個月計算利息一次的話 這個m也會是12% 那所以呢1加上12%除以12% 那因為我一整年裡面會負利12次 所以我那個大瓜湖外面的那個m也是12次方 減掉1 這是我們計算那個有效率率的算法 那各位當然剛上大2 我想你們在大1為積分的時候 在講極限的時候 常常會拿這個方程式來當作例題 那也就是說那個 如果我們今天告訴你 有一個金融機構 他知道你學過財務管理 他知道你知道 那個1年裡面負利的次數越多的話 有效率率越高 所以他今天就要讓你感覺到說我們是很有誠意的 所以他就會跟你講說 我們會採用所謂連續負利的情形 所以連續負利呢 就是我們每一分每一秒都幫你計算利息計算一次 那每分每秒幫你計算利息計算一次的話 那會比我們我們剛才不是有看到嗎 這個計算利息的次數從每年一次到每年12次 那我們的有效率率就從12% 然後進步到12.68%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如果說我計算的利息的頻率又更高一點 那當然你說每個月一次就已經很高了 那每天一次可不可以 那每天一次也可以啊 那你也可以講說 那每一個小時一次可不可以 每一分鐘一次可不可以 當你把這個頻率調到越高 或是把每計算負利的時間 的那個間隔越短的話 那就有點像說 我們把這個m 令它趨近於無窮大 把這個m趨近於無窮大呢 那這邊就可以有一個計算極限的一個極限值 那這個極限值呢 就是1加上i除m 瓜乎的m次方 就會變成是一個自然對數的i次方 自然對數的一個i次方 那如果我們把0.12 帶進這個i的話 那1的0.12次方 剛好會等於1.1275 會等於1.1275 所以呢我們剛才有看到 每個月如果計算利息一次的話 它的有效率率是12.68 如果我們今天把它改成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計算利息的話 那你的實質利率或是有效率會提高 但是它不是提高到無窮大 它只提高到12.75% 因為它會有一個極限值 那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這個i是一個合理的數字 當然如果你這個i的話 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的話 那個極限值很可能就稍微比較高一點 OK 那所以我們這邊所得到的是12.75% 它不會讓你變成無窮大 那這個我們就會把它稱為連續負利 連續負利 就是1的0.12次方 它會變成1.1275 那你扣除它的本金以後 就會變成12.75% 所以這是有效率率 接下來我們其實就要跟各位開始講一些 跟投資有關的概念 我們其實真正要教各位做投資案評估的話 可能是要強調說 你要投資一個機器設備 你要去投資一個新的投資案 然後你要花多少錢 然後你的回收會是多少錢 那屬於那一類的資產的投資案 我們把它叫做是實質的資產 實質的資產 但是我們一般的金融界呢 或是一般的企業界 可不可能會去投資 所謂金融性的資產 也會有可能 也會有可能 那所以我們剛教完這些 現金流量折現的一些技術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 大家很可能會在未來的 你的求學生涯裡面 常常會碰到一些 常見的一些金融性的資產 那我們今天就挑出來三種 我們比較常見的 一個金融性的資產 然後利用我們所交的 現金流量折現的一個技術 然後去算兩個東西 你站在投資方 站在投資人來講的話 其實你最在乎的 一個金融性的資產 你大家最在乎的是第一個 就是說它對你來講 它的價值有多大 對你來講價值有多大 或是說你應該付多少的價格 去買這個金融性的資產 所以第一個是平價 第二個呢 如果你站在投資人來講的話 你去購買一個金融性的資產 你第二個最在乎的就是說 我從買這個金融性的資產 跟我賣掉這個金融性的資產 這個買跟賣的期間 平均每年的報酬率是多少 就是所謂持有期間的報酬率 持有期間的報酬率 那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報告 三種比較基礎性的金融性資產 那也就是債券 還有特別股 還有普通股 這三種證券呢 我們在我們未來的章節裡面 會不斷的再去談到這三種不同的證券 那我們因為我們有不同的章節的關係 所以有關於債券 特別股跟普通股 他在制度上有一些什麼法定的規定 還有他使用的時機在什麼時候 我們很可能要等到 我們可能要等到講資本結構之前 然後稍微跟各位講一講 這個資本市場簡介的時候 再去講他那一些 比較制度性的一些條款 跟規定 那我們今天呢 在講這個三種證券的評價 跟計算他的持有期間報酬率的過程當中 然後有關於他的一些 那個制度上的規定呢 我們就盡量簡化 因為我們不希望就是說 把這個拉得很長 然後我們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利用那個現金流量折現的方法 然後幫你去計算他的價值跟計算報酬率 那所以我們就盡量簡化那些文字性的敘述 好 那我們第一個要來看的金融性的債券 那當然金融性的資產 我們來看債券 那我們也比較把它偏向於是公司債 因為你如果讀了比較多的那個金融市場 你會發現公司債跟國庫債 跟其他的很多的債券 那可能支付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邊就是比較陽春的 比較常見的一種公司債的狀況 那這公司債的狀況呢 他就很簡單 就是說他可能是一個十年 十五年或二十年到期的公司債 那他的你如果買這個公司債呢 這公司債在當初發行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支付條件 都已經明文的記載在他的證券上面 那通常他的支付條件是什麼 他會表面上看起來說 如果你去買他的公司債 然後一剛開始的時候 他會支付你利息 然後一直到債券到期的時候 他還你本金 還你本金 那所以在這個到期之前呢 你每隔半年或是每隔一年 你會收到一筆相同的 相同的現金流量 比如來講呢 我們如果說 像台灣的債券的話 他的面額就是一萬塊 美國的債券 他的面額就是一千塊 OK 那 所以通常來講呢 他就會依照他的面額 會呈上一個票面上的利率 英文叫Coupon Rate Coupon Rate 如果說你的面額是一萬塊 然後你的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十的話 那這個債券在發行的當時 他就確定了他的支付的條件 比如來講 我們是支付十年的 我們是借款十年的一個債券 他的面額是一萬塊 然後他的票面利息是百分之十 那我們簡單一點 我們就說 他每年支付利息一次 每年支付利息一次 所以你就會變成怎麼樣呢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時候 發行債券 隔了一年以後 你會領到票面 票面金額的百分之十 當作你的票面利息 所以是一萬塊乘上百分之十 所以你這邊就會領到一千塊 然後呢 每年都會領到一千塊 領到第十年的時候 他會有第十年的一千塊 然後因為到第十年年底 你債券到期了 所以他會領回他的面額 面額我們就叫par value 就是一萬塊 所以呢 這個債券的一個現金流量 在債券發行的當時 就已經確定了 好 那這些發行的條件 確定了以後呢 他就 我們如果站在投資者來講的話 我們就會依照我們的條件去 針對這一連串的現金流量去評價 那這個價格呢 那這個價格呢 理論上而言 不同的人 對這個公司的風險的評估 可能不太一樣 那對大家風險的評估不太一樣呢 你很可能會用不同的 折限率去針對相同的 相同的現金流量去進行折限 OK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說 因為不同的人很可能 心裡面保有的那個 對這家公司的風險可能不一樣 所以你有不同的一個 折限率在那裡 但是出現在我們的市場 會有一個單一的價格 就好像我們說 你去買iPhone 對不對 你願意出的價格 跟你隔壁的那位同學願意出的價格 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在市場上就會出現一個 一個均衡價格 就是說我們 supply的話 我畫的方向很容易 supply的那個 curve是這樣 demand curve是這樣 那我們交加的一個地方 就有一個均衡的 一個均衡價格 跟均衡的需求量 對不對 那在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雖然每個人的一個 保有的那個風險 reserve的那個風險的 報酬率不太一樣 但是你在市場上 很可能就會看到 單一的一個報酬率 所以我們呢 會看到 在市場上會有一個 債券的一個均衡價格 然後我們取決的這個 折現率呢 很可能也是市場的一個 均衡的一個折現率 OK 所以你將會看到呢 我們會用一個市場的均衡的一個 折現率 然後去針對這一連串的 現金流量去 折現 然後你就獲取 這家公司的債券的應該 對你來講應該有的價值是多少 OK 所以你看一下喔 我們這邊 看起來有一點點複雜 但是它 我們在做計算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很簡單 因為它事實上就是兩個東西 兩個我們上禮拜所學過的東西 一個呢 如果你是投資人的話 你在債券到期之前 你都會領到 每隔一段時間 會領到一筆相同的現金流量 那我們上禮拜叫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普通年金 對不對 叫普通年金 那所以你會有 如果它是十年期的債券 每年複十一次的話 你就會有十個 十期的 相同的一個現金流量 每個一段時間 所以它就變成這個 coupon的 所形成的一個 年金 你要去求算它的限值 那除了這個 每年所會拿到的那個 固定的那個 票面利息之外呢 在第十年年底 你會領到它的面額 一次性的面額 一萬塊錢 那這一萬塊錢呢 我們會告訴你 因為你計算利息的方式 是一年一次 所以到第十年年底呢 我們就會把這 第十年年底的這個 單一筆的現金流量 則為今天的限值 1加i的n次方 OK 所以它是一個年金的限值 加上一個單一現金流量的限值 好 那 所以同學們很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這兩個要分開算 算完了以後再把它交起來 OK 那當然 如果你沒有這些財務用的軟體 好像勢必要這樣做 但是呢 各位如果仔細去觀察一下 你會發現說 可能有一點點 捷徑可以去採用 為什麼呢 各位要注意到 這個年金 就是每隔一段時間 領到相同的一筆的現金流量 這個年金所要用的折線率 i 還有呢 這個年金總共有幾期 10期 10期 n等於10期 OK 這個i跟這個n呢 跟這邊的i跟這邊的n都一樣 跟這邊的i跟n都一樣 所以呢 在我們上禮拜所講的Excel的計算軟體裡面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計算這個限值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當你如果計算單一現金流量的時候 你會用到折線率rate 你會用到n period n period就是我們總共計席的期間有幾席 n period 那單一的現金流量 我們在未來會收到一筆 1萬塊錢的單一的現金流量 那如果我們計算單一現金流量的時候 這payment就會放0 對不對 那可是我們在這裡來講的話 我們又有每年一筆的1000塊錢 我們假設每年一筆的1000塊錢 我們這個例子這邊是800塊錢 我們說我們有每年一筆的一個payment 所以我們要計算年金限值的時候又是怎麼樣 你需要有什麼rate 你也需要有n period 然後你需要有payment 對不對 然後這個future value當時就要放為0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就是告訴你 在Excel上面的這個軟體 就是你計算present value這個軟體 它事實上是可以容許你把兩個計算放在一起 因為對它而言來講的話 你只不過在指定它這個價值的時候 你在future value的時候指定它的是面額 你在payment的時候是指定它的票面利息 那因為你放的這些數字的正負號是一樣 所以正負號一樣就是代表就是說 對你這個投資人來講 這個都是你將未來會領到的 所以它都是正號 好 那因為它所用的兩個計算限值的參數 就是它的期間的利率 跟它的期間的個數都是一樣 對計算那個單一現金流量 或計算那個年金來講 它所適用的年利率有10% 那它的期間也都是時期 所以呢 它計算過來 可以把兩個計算combine在一起 那但是你這邊就是要很清楚 這兩個數字的符號正負號要相同 因為站在一個債券的只有的人來講 你會領到期間的票面利息 然後一直到最後你會領到1萬塊 所以對你而言 這兩個東西都是正向的 所以我們計算完了以後 你就可以計算出來 它是計算出來 我們當然有跟各位講過 你計算出來限值的正負號 會跟你領錢的正負號是剛好相反 我們這邊就是8771.1 那這邊為什麼給你負號呢 這代表就是說 你未來如果想領取那樣的現金流量 那你用10%當值的限率來講的話 你今天應該付出去購買這個債券的一個金額就是 你付出去 所以對你來講是負號 8771.1 OK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題目好了 免得就是好像剛才舉的例子 跟我們的題目不太一致 我們這邊說有一家公益叫大法公司 劃行一個十年期面額為1萬塊錢 每年付息8%的公司債 如果你要求的報酬率是10%的話 請問你願意付多少錢購買這個公債 那所以他的支付條件是什麼 每年所支付的票面上的利息是800塊 因為他是面額的8% 面額是1萬塊 所以他乘上8% 所以他這個payment是800塊 然後他的面額是1萬塊 所以他在第10年年底的話 他會領到一筆單一的1萬塊 那我們的折限率 就是你對這個發行債券的公司 你會有一個風險的評估 那我們就假設 我們通常資本市場就假設說 所有的投資人對這家公司的 一些風險或是一些價值的評估 應該沒什麼兩樣 沒有兩樣 其實應該是會有兩樣 只不過說市場上出現的 那個均衡的那個折限率就是10% 那我們就認為這個 所有的投資人都認為他的風險 所應該銀行的報酬率是10% 那你去把它折限 那注意一下 我們說這邊有個type 這個type就是指定 我們這個支付的年金 是普通年金還是到期年金 那正在債券這裡來講的話 如果你今天購買債券 你應該是隔了一期以後 隔了一年以後才會領到 這個票命利息 所以我們通常來講是 以年底才會收到 利息的那種普通年金為主 所以我們那邊就會 assign是一個0 所以你這樣計算出來 你計算的那個 債券的價格就是8771 好 那這邊呢 可能同學就會問一個問題 他說票券的面額 票券的一個面額 債券的面額是1萬塊 那我今天 為什麼只要付8771塊 OK 那在這邊我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你的票面利息 跟你當時發行的那個金融市場 所給你的利息的評估 不見得要非常接近 OK 我們很可能 通常有一種技術面的一個方法 技術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你決定發行債券的時候 或是你去印債券的時候 那時候的經濟狀況 跟你債券真的上市的時候 可能會有差異 所以你當初很可能覺得說 利率大概是10%左右 那所以呢 我很可能在發行當時呢 可能市場上出了一些什麼變化 應該是這樣 我在決定要發行債券的時候 我很可能定了8% 是當時的利率水準 等到我債券真的上市的時候 很可能利率水準又變成10% 就技術上就會有點差別 那技術上有點差別 就會讓他呢 債券賣的價格跟他的面額 就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這是第一種技術上的差別 第二種差別呢 就是有些時候發行債券的人 他考量他自己這個投資的屬性 比如來講 我如果今天做一個投資 我的投資很可能回報 是比較後面 前面比較可能會虧錢 或是前面有可能賺的現金流量可能比較緊一點 OK 有很多的投資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那如果有很多的投資屬於這樣的類型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的那個債券的發行人 他在設定這個票面利息的時候 因為票面利息是你真的要付出現金流量 他很可能就會怎麼樣 覺得把利息調低一點 票面利率調的比較低一點 因為我在投資的前期很可能回報率不好 所以呢我不想造成有太大現金流量的負擔 所以我很可能會把這個票面利息 不是定百分之八 很可能定百分之二 定百分之二 也是形式上有支付一點利息 但是他可能遠比市場上 對你評估的那個利率還要低很多 那為什麼要低那麼多呢 是因為他希望那個一剛開始的時候 繳利息不用利息負擔太多 那當然那種票面利率比較低的 那你折算出來你願意去付的那個買債券的價格 那當然就會低對不對 那所以呢我們甚至有一些債券 他是零席的債券 零席的債券就是說 他根本在借款的期間裡面 完全不支付利息 他就在借款到期的時候 一次把本金還給你 所以對你來講的話 你就針對那個一次歸還的那個本金去做折現 你心目中懷有什麼樣的利率 你就把它做折現 所以呢我們這邊所看出來的 注意一下 我們的債券說每年支付你8% 然後你說你心裡面要求的報酬率是10% 那就代表什麼 如果我今天投資1萬塊錢 我要求的報酬率是10% 我要求多少錢 1000塊對不對 可是呢他支付多少 800塊 也就是說如果面額是1萬塊 那我要求 我如果要投資1萬塊 我每年要給我1000塊的票面利息 但是這個債券有沒有給我那麼多 沒有 只給我800塊 好 那他如果每年只給你800塊 你願不願意用1萬塊錢去買它 你不願意用1萬塊錢去買它 為什麼 因為他給你的每年給你的東西比較少 所以你會把它少給你的那部分 每年少給你的200塊錢 你會怎麼樣 把它折現 所以你到頭來你願意付的錢 會比1萬塊錢還要少 對不對 因為你的要求的報酬率大於他的票面利息 因為你要求一年給10% 他一年只給8%的報酬 所以呢 這個對你而言 他就不值他的票面價值1萬塊錢 所以你願意付的價格一定比1萬塊錢要低 那這種債券呢 我們就叫做折價發行的債券 折價發行的債券 所以說那個你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在債券發行的當時 它的價格是低於面額的話 它就是所謂折價發行的債券 那折價發行的債券你一定會看出來 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一定是高於 它的票面利息 所以會折價發行 那反過來呢 我們說 當然有這種可能也會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說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是比較低 那這邊給的票面利息是比較高 OK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當然也有 我們說 可能是 我們剛才所講的第一種技術性的問題 決定要發行債券的時候跟真正上市的時候 金融條件不太一樣 所以有可能 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比較低了 但是我的票面利息變得比較高了 那也有另外一種可能 這也是 在債券發行人來講 他考量他自己的一個金融的狀況 對不對 他很可能覺得說我現在現金流量很豐沛 然後我希望用利息的形式來發行債券 然後我可以多產生一些金融性的費用可以去抵稅 OK 所以他很可能技術性的 就把他的債券的利息調高一點 那很可能會對某一些金融機構 他可能發現就是說這樣比較高的利息的一個 一個所得符合他比較好的一個稅務的條件 或是怎麼樣 以此類推 所以他很可能會吸引某一些投資人 那如果因為你所給的票面利息高於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率的話 那你債券的價格就會超過一萬塊 對不對 債券的價格會超過一萬塊 那如果債券的價格在發行的時候超過一萬塊的話 我們就把這樣的債券叫做是溢價發行 溢價的話就是滿溢出來的那個溢價發行 那當然你們會計系的同學在學長期債券的時候 應該都知道折價發行跟溢價發行的定義 所以我們這邊再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那個 那個Excel裡面的那個現金流量的形態 那在計算這個債券的所謂的 我們剛才是計算債券對你來講應該有的價格是多少 對不對 那第二個我們說投資人最在乎的一個是價格 一個是報酬率 那要計算這個報酬率呢 大致上來講你要有幾個concern 我們第一個我們介紹一下債券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殖利率 這個殖利率呢 事實上就是剛才我們所講的 投資人對這一家債券發行的公司的風險的一個評估 他如果覺得這一家發行債券的公司風險很高 他會對他要求比較高的報酬率 那如果他覺得他風險是比較低 他要求報酬率就比較低一點 那我們舉例而言如果說一般來講 我們甚至在1980年代 那我們有一種當時很新的一種金融商品叫做垃圾債券 那那時候的垃圾債券 尤其那時候的金融狀況來講 那時候的垃圾債券所 一般投資人所對他要求的報酬率是15%左右 那你對一家公司的普通股所要求的報酬率也是大概15%左右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說今天這個債券是政府發行的 或是在市場上最有名望的企業發行的 那他基本上所要求的利率就是跟我們所謂的無風險利率 政府我們理論上是認為他是沒有風險的 所以政府跟你借錢的時候所要求的利率可能非常的低 那如果我們相同的是在1985年那時候 我們剛才講那個垃圾債券要求的報酬率是15% 然後那時候的政府債券所要求的報酬率大概5%到6%而已 所以他可以相差非常的多 那所以呢我們這個殖利率是代表什麼 第一個層面的殖利率 他代表就是說投資人對這一家公司風險所評估 然後所決定要要求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他的第二層意義事實上是比較 比較直接的就從表面上去看 這個殖利率的話呢 當然就是說如果你以現在的市場上通行的價格去買這個債券 然後把他的那個債券持有到到期為止 持有到到期為止 那所以你領他的每一期的票面利息 不僅領他的票面利息 又領他的到期的時候的那個面額 如果以現在的價格去買這個債券 然後把未來的所有的現金流量都實現 那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平均每一年的一個所產生的報酬率大概是多少 那我們舉例來講 剛才那一題 我們說我們 的報酬率是 我們要求的報酬率是10% 那其實他另外一套的一個意義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用8771.1去買到這個債券 然後我持有10年 每隔一年的話 我領到800塊錢的票面利息 一直到第10年年底 我領回他的本金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平均每一年的報酬率就是10% 我要求的報酬率是10% 那也就代表是 債券的殖利率就是10% 直到永遠 就是你從買的那一點 一直把那個債券直到到期為止 那你所實現的報酬率就是你的殖利率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那個殖利率 又把它稱為是 到期殖利率 到期殖利率就是你持有債券 一直到到期為止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的殖利率 事實上就是反映你對這個債券的一個 折限率 或是你對債券風險的一個評估 那所以呢 我們給他的條件就不一樣 你要計算殖利率的話 我們剛才是 知道所有未來的 那個現金流量支付條件 我們把投資人心目中 所要的折限率放進去 你會算出他的價格嘛 那今天我們如果說要計算殖利率的話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直接把債券的價格 跟債券答應給你的支付條件 一直到到期為止 然後你反去算他的rate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計算他的rate 對不對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 他的參數稍微就比較不一樣一點 各位要記住一下 你當然在Excel的時候 很容易會知道 這個參數的順序是怎麼樣 但是如果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會考你 那考試考你的時候 就不會把這個參數的順序告訴你 所以你稍微要記住一下 我們這邊的三個參數 第一個是要payment 第二個是present value 第三個是future value 那這個 我們這個 例子就是說 有一家公司 他發行百分之十 表面利率 面額一萬元 十年到期的公司在 我們這邊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們這個支付的那個 所以我這邊可能有一點寫錯 我這邊是支付利息是每半年一次 但是我下面所寫的是 每年支付一次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這邊可能到頭來 你們覺得比較好的話 就把這個半年的半弄掉好了 其實應該一樣 我等一下會告訴你 每半年支付一次的話 怎麼就算這個殖利率好了 我們就是說 支付利息每半年一次 發行的價格如果9500塊錢 請問這個債券發行的 當時的當期殖利率是多少 如果是十年期 如果每半年支付一次的話 那我們這邊的un period 這邊應該是寫20 OK 然後這個 如果每半年支付一次的話 那票命利息10%的話 每半年應該就500塊 OK 500塊 這邊是20 這邊是500 然後這兩個數字是一樣 你現在買的價值 注意一下這邊是用負號 然後就是我付出9500塊錢去買這個債券 然後我會領到20個500塊錢的普通年金 然後到期的時候會領到一個1萬塊錢的單利比數 OK 然後算出來的話 這是半年的殖利率 因為我這邊如果用20的話 那算出來應該是半年的殖利率 然後再把它乘以2 就是1年的殖利率 OK 那我這邊的算法是應該是每年一次的 我現在才看到說我的題目跟我的計算 剛好有一點點差異 那對我們來講其實應該不難 那你如果懶得改做法的話 你就把這個半年把它塗掉 那你如果覺得說我兩種都想學 那你就每年複習一次的寫一套 每年複習的當然是寫這一套 每半年複習的就是把這個10改成20 把這個1000改為500 那算出來的再乘以2 就等於一年的殖利率 好不好 這大概是這樣改一下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有關於公司債券 你會有兩個報酬率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報酬率的概念呢 第一個概念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以現行的公司債的價格去買這個債券 然後一直把這個債券持有到底為止 那當然它就會實現一個 從現在一直到 債券到其為止的一個報酬率 那我們就把這個報酬率叫做是殖利率 那通常來講呢 你常常會在報章雜誌上面會看到說 這個債券的殖利率上升過下跌 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他們指的是一種指標性的一個債券 因為理論上不同的債券 因為它的期間不一致 OK 而且它的那個風險的狀況不一致 所以理論上呢 不見得每一個公司債的債券殖利率都要一樣 那所以呢 當你看到這一類數字的時候 你一定知道它指的是某一定期限到期 然後某一定支付條件的一個 所形成的一個殖利率 好 那這個概念呢 有些時候 能夠代表你買這顆債券 能夠實現的殖利率 有些時候呢 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要知道 在金融市場來講的話 利率的條件是隨時改變的 利率的條件是隨時改變 當利率下跌的時候 各位當然剛才有看到那個關係 我們再回到這邊來 我們說 當利率 如果市場上普遍利率的條件是下跌的 那債券的價格就會怎麼樣 往上漲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有些時候 對於一個債券的持有人來講 他可能選擇在利率下跌的時候 去把債券賣掉 他所能實現的報酬率 會高於 他把它持 相同的債券一直到到期為止 所能夠得到的到期指利率要高 所以在那種狀況之下呢 債券的持有人就不會 堅持把債券持有到期為止 他會選擇在債券沒有到期之前 就把它賣掉 那他所能實現的 持有期間的報酬率會比較高一點 OK 那當然你也可以等到說 利率在上漲的時候 那你再拿現金去買 這些債券 OK 然後你很可能再去等利率下跌的時候 再把它賣掉 那大概這就是債券投資人的一個邏輯 那所以我們要來看看 如果債券的持有人 在債券到期之前 他因為市場上的一個條件 或是他需要用這一筆錢 他選擇把債券賣出去 那他所實現的 從買點到賣點的報酬率 就不需要去等於他的殖利率 對不對 那所以呢我們就要來看一下說 那你如果選擇 在債券到期之前把它賣出去的話 那所實現 所真正實現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簡單的例題 我們說張三這位先生 他在四年前購買了一個十年期 面值為一萬塊 票面利率為8 每年複期的公司債 今天如果在領取第四次的票面利息之後 張三決定用一萬一千零八十九元 出售此債券 那請問張三在這四年的持有期間的 平均年報酬率為多少 那各位要知道 買的時候的價格是 九千塊 賣的時候的價格是一萬一千零八十九塊 那你非常有可能在這買跟賣的中間 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就是市場上的利率往下跌了嘛 那市場上的利率往下跌 才會原先從折價的一個債券 變成一個億價的債券 對不對 原先從折價的債券 才能變成億價的債券 也就是說原先呢 它的折現率是在百分之八以上 然後一直到賣債券的時候呢 它的折現率是在百分之八以下 所以這一段期間呢 債券的利率是往下跌了 往下跌了 那在這邊呢 你要計算一個報酬率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你在計算報酬率的時候 你在指定這些現金流量的時候 要很小心 比如說你支付出去的現金流量 就要用負號來表示 那你如果回收的現金流量 不管你是在這個買賣期間之內 比如說我們是持有的四年 買賣期間之內 我會收了四個票面利息 然後在賣的時候 我賣得的價金是11089 那也是我收到的現金流量 我收到的現金流量就是證號的 我支付出去 買這個債券的價格就是負號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剛剛要跟各位講 這三個數字是payment present value 再過來是future value 那所以我們要計算的是rate 所以這邊要給的第一個是number of period 然後再過來依序為年金 payment 再過來是present value 你支付出去的價格9000塊 然後呢 再過來是future value 你賣得的價格是11089 ok 所以經過的這四年 然後你計算出來平均的報酬率是15.71 就平均每年是15.71% ok 那這15.71%呢 必須要提醒你一下 這個有一部分 是來自於每年的 每年的那個 800塊錢 那有另外一部分呢 是來自 有一部分呢 是來自於 債券的價格上漲 因為在這段期間裡面 債券由9000塊錢漲到 11089元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我們的 所實現的報酬率是比較高的 那比較高的原因 那除了 每年平均所得到的那些現金流量之外呢 債券的升值也貢獻了一些報酬率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15.71% 好 那所以這是 持有期間的報酬率 就是買點到賣點中間 平均每年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因為有這個 Excel這個工具呢 那我們計算這個 報酬率的時候就會非常的簡單 好 那講完債券之後呢 我們呢要來講特別股 那當然唸過出塊的人 大家知道特別股的條件 他是股東權益的一部分 但是他的求賞順序在普通股之前 ok 然後呢特別股呢 有一部分的特質屬性 跟債券也非常接近 也就是說 我們債券有一個特質就是說 這個不管公司賺的錢多 賺的錢少 那理論上你領到的利息 都是固定的 那當然在特別股上 這個屬性上面是非常接近 債券能的 也就是說這一段時間裡面 除非另外有規定 不管公司賺的錢多 或公司賺的錢少 他會以事先所約定的 特別股利率 去支付你的特別股利 ok 那當然我們說 除非有另外規定 因為會有一些比較特別 種類型的一個特別股 他是准許 那個特別股的股東 就某一個部分的利潤 可以進行去分配 就跟普通股的股東 去進行某一些獲利的分享 但是我們在這邊講的 是比較陽春的 比較傳統的特別股 那這種比較陽春 比較傳統的特別股 那我們所希望設定他的一個性質 就是說你是股東的一種類群 所以理論上只要這個公司存在的話 那你就永遠是這個公司的所有權人 我們通常是假設這個公司可以永續經營 那因為他每年都是依照所約定的特別股利 支付特別股利 那所以他每年領到的股利是相同的 那因為股東的屬性又沒有到期 不像債券說有十年到期十五年到期 特別股股東的話 就跟普通股股東的權益是一樣的 就是他可以永續去領到這個特別股的股利 所以呢我們這邊 我們去model的一種 是最簡單最陽春的特別股利 就是我們假設他每期都能夠領到股利 相同的股利 然後直到永遠 每年可以領到相同的股利直到永遠 那所以呢 如果這家公司真的還是很正常的經營的話 那每年的股利都不會miss掉 對不對 那你就等於領到相同的金額 但是直到永遠 那我們在上禮拜有講到一個概念 叫永續年金對不對 就是你每隔一段時間領到一筆相同的錢 但是他的期數是無窮多期 直到永遠 那有關於這一種的話 這一種的現金流量的話 那你要去求算他的價值 就是把這個年金當作是分子 然後你所要求的報酬率或折限率 當作是分母 然後去將他折限 OK 那當然各位 第一個有問題就是說 那如何去決定這個折限率呢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章節 講風險跟報酬率 應該是第五章吧 應該是第五章 我們會講風險跟報酬率 那我們事實上會跟各位提出一種論述 就是說當這一家公司 如果他的風險 不確定性比較高的時候 你對他所要求的報酬率就比較高 所以這個要求的報酬率 我們很可能到那時候 再做一個全盤的一個敘述 那在這個評價的一個章節裡面來講 我們會假設這個市場的人 會有一個均衡的 對這家公司的特別股 有一個均衡的要求的報酬率 那所以求算這種 那個特別股的價值就很簡單 他是等於永續年金 那當然有些同學會有一點疑問 他說沒有錯 觀念上來講特別股的股東 每年都能領到這個特別股股利 可是呢 我們的公司法裡面又規定說 如果這家公司 某一年他的盈餘狀況不好 然後他現金流量不足 那他如果沒有辦法支付特別股股利的話 你也不能算說這一家公司破產 對不對 因為你是股東 那通常來講呢 我們會認為有一個基本的條款 是一定要有 這個基本條款就是說 如果你在前期有基欠沒有歸還的特別股利的話 那你在日後有現金流量的時候 就要連本代曆把這個特別股股利先還了以後 然後任何普通股的股東才能開始參與分配盈餘 所以我們會假設說 只要這個公司沒有倒掉 理論上前面所基欠的特別股股利 在之後呢 他會有一個連本代曆清還 所以 雖然會有損失一點點 金錢的時間價值 但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就把它忽略掉 那其實也不是完全忽略掉 通常碰到這種公司來講的話 你會給他的股價就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理論上 你就會把它歸類為是風險比較高的一個公司 所以你會要求比較高的報酬率 然後用報酬率去抓住這種 可能在特別股利支付不確定性的一個大小 然後用我們的摺線率去把它抓住那種狀況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認為這特別股的評價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對一個永續年金 然後你去評估他一個摺線率 然後計算出特別股的一個股票的價值 所以我們就很簡單 通常來講特別股呢 他可能會有一個面額 然後你再依據他的面額去設定一個特別股股利 那這個特別股利率呢 不一定要跟市場上對他所要求的報酬率 有一種高低的關係 我們這個特別股股利率 理論上就跟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個決定債券的票面利息的情境是一樣的 可能那個發行的公司可能會覺得說 他不希望他的現金負擔太高 他可能把股利率定的低一點 那股利率如果定的低一點 那特別股的價格就會比較 不是那麼高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他希望股利率高一點 OK 那可能股價就可以比較高 他募集的資金可能就可以比較多一點 OK 所以他可能會有這樣的條件 但是我們的例題大致上就會這樣 就是說 你會有一個一定面額的特別股 然後你會依照這個特定的面額去呈上 特別股利去決定他每年可以領到的 那個股利是多少 OK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的那個股利率是12% 所以每年你固定可以拿到 面額的12% 12塊錢當作特別股股利 那如果他是一個永續年金 那我們說 市場上大家對他的一個所要求的報酬率是15% 那你就用15%是當作我們的折現率0.15 所以折算出來呢 我們這個特別股的價值就是80塊錢 OK 那就好像呢 我們說你把80塊錢存到某一個地方去 然後他每年就固定給你15%的報酬率 那因為他每年給你15%的話 你可以領到12塊錢 那每年都領到12塊錢直到永遠 對不對 所以你就等於是永續年金的概念一樣 所以這個求算特別股的價格是80塊錢 好 那我們當然也想說 那特別股的投資能不能計算他持有其間的報酬率 當然也可以 當然也可以 那我們就假設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過 取決特別股的價值的高低 因為他的特別股股力已經是固定了 那通常來講 如果大家覺得這家公司的風險比較高 我提高對他的折現率 提高對他要求的報酬率 對不對 那我如果提高對他要求的報酬率 就會怎麼樣 特別股的股價就會往下跌嘛 對不對 特別股股價會往下跌 好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比較好玩的一個例子 我們說有一個投資人 他今天已經用80塊錢去買了這個特別股 然後持有四年之後 引完四次的股力 然後呢 我們假設說那時候的市場的狀況 競爭比較激烈 所以大家對於同樣的這家公司 長村公司呢 的看法就比較不一樣 認為他的競爭風險增加 所以我提高對他要求的報酬率 我本來是15% 本來是15% 後來我把這個要求的報酬率提高到20% OK 那所以我持有的四年以後 我發現他的競爭增加了 所以他的那個所要求的報酬率也增加了 那我們看看說 那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那我們持有期間的報酬率是如何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算一下 四年後 由於競爭增加 由於風險增加 我們提高對他要求的報酬率 那四年以後呢 長村公司的特別股的股價變多少 一樣喔 我們的分值還是12塊錢 然後我們的分母 我們所要求的報酬率 由15%變成20% 所以我們的股價 經過了四年以後 股價只剩下60塊錢 OK 所以你要計算 我四年前用80塊錢去買 這四年當中呢 每一年領到12塊錢的股力 然後呢 四年之後呢 我把這個股票賣掉 得到60塊錢 那我想問一下說 這四年平均每一年 我的報酬率是多少 OK 那各位當然會覺得說 欸 我們剛才用債券的那個公式 恰恰好就可以用在這裡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於說 我們在債券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期間 所得到現金流量是固定的 然後這個特別股呢 剛剛好也是固定的 因為我們 約定好的特別股股力 都沒有miss掉 好不好 所以他每年的那個 特別股股股力 他領了四次 12塊錢的特別股股股力 所以他會有四次的年金 我們這個四期 我們payment的話 是有12塊錢 有四期 然後在這個 買點跟賣點中間 我買的時候 我是花了80塊錢去買 那我賣的價格是60塊錢 所以呢 你經由這樣子計算出來的 持有期間的投資報酬率是9.58 好 是9.58 那想像起來這9.58好不好 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原則上來講 如果這個股價 從頭到尾都沒有跌的話 那他所能實現的報酬率是多少 15 對不對 那個報酬率會 為什麼會變成9.58 是因為在這四年當中 我的股價是由80塊跌到60塊 平均每一年跌掉5塊錢 對不對 5塊錢 佔他原先的那個80塊錢來講 就是6%的報酬率 所以你一算一下 來講的話 原間應該是15%的報酬率 那每一年減掉 扣掉6%左右的報酬率 那 那報酬率就變9點多 那當然 剛才那種說法是比較 比較大概的說法 那我們這邊比較精確的算法 應該可以算出9.58的年報酬率 OK 那這個是有關於特別股 那其實呢 我們三種常見的金融性資產 債券 特別股跟普通股 債券跟特別股來講的話 你要計算它的價格 你要計算它的報酬率 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通常那些支付條件 所謂的支付條件就是說 你拿了這個債券 你拿了這個特別股 你會領到多大的現金流量 你在債券跟特別股上面 都已經明文規定 你拿了這個證券以後 你會領到多少的現金流量 所以今天投資人在決定 要用什麼價格 去買這些資產的時候 相對起來比較簡單 他只要去決定什麼 決定你對這家公司的 你的風險評估是多少 所以你要求的報酬率是多少 一旦你決定的 你要求的報酬率 債券的價格就能決定 特別股的價格就能決定 OK 就如同我們前面兩個所講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普通股的話 稍微就比較不一樣 第一個 普通股的股東 如果各位對普通股 有一點點基本的了解 你應該知道 普通股的股東是公司 真正的所有權人 那我們在決定我們現金流量 分配權的過程當中 你會讓球場權比較高的人 先拿走 他的球場權 比如說 我們會讓債權人拿走利息 那如果說你有發行特別股的話 理論上特別股的股東 要先拿走特別股利 如果說公司賺的錢 經由這兩次的分配 在經由交給政府的稅之後 還有任何的殘餘的現金流量的話 那公司才會決定 要不要發放股利給普通股的股東 那現在就牽涉到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沒有任何一個普通股的股票 會跟你講說 我每年要發放多少股利給你 所以呢 這種現金流量的分配在普通股上面的話 就不會明文規定 就不會像我們剛才所講的 那個特別股跟債券一樣 會規定說 你每隔一年 我會發給你多少現金流量 這個是不會規定 甚至我們要告訴你說 公司到底能不能賺到足夠多的錢 然後來發放股利 這件事情 本身來講也是不確定的 OK 所以第一個 沒有明文規定要發多少股利 第二個 連賺不賺錢 能不能發放股利 這件事情也不確定的 然後第三個 比較慘的就是說 就算有些分析師 會告訴你說 某某公司 那明年 理論上還會發放多少錢的股利 後年可能也會維持不變 但是因為你是普通股的股東 理論上你是永久的 這個普通股的持有人 所以你會對這個現金流量 會有永久的求償權 那會有一些分析師告訴你 可能未來三年 未來五年 這個公司營運的狀況 跟未來股利可能可以拿到的狀況 但是沒有人可以告訴你說 什麼台積電在138年以後 他會發放多少股利給你 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理論上來講 如果是這一家公司 永久的現金流量的一個 所有權能來講的話 那不只說未來三年五年的股利 我要去接受 那我也要去求算 在第一百年 第兩百年 他未來的股利的情形是如何 OK 所以我們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要去計算 這種普通股的 價格的一個程序 我們當然還是會想出一些 可能就不太像 前面兩種金融性證券 在求算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麼精密的一個過程 我們很可能要去做一些假設 做一些推斷 去做一些簡化 才能夠有辦法 讓我們可以去求算這些 普通股的價格 但是我們必須要很 謹慎的去利用 我們所算出來這個價格 因為你會知道 你算出來這個價格 這中間有太多估計跟推算的數字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會提醒各位 當然你會算出一個股價 但是這個股價呢 我們最好只是 你眾多參考的來源之一 我們會希望說 你會有不同的幾種方法 去估計可理的股價 然後去比較一下說 不同的推算方法所算出來的股價的價格 有一些人會比較大化之的就是說 那我們就算出一個平均數 OK 那看看說這個股價 大概是落在怎麼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也有人是這樣子來算的 那 所以我們在這邊 要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所講的方法是一個 非常簡要的方法 那我們主要的目的 也是在告訴各位 如何利用上禮拜所教的 現金流量折現的方法 然後把它套用在我們金融性的資產 去求算它的價值跟求算它的報酬率 OK 好 所以如同我們剛才所講的 你目前的任務是 把一個永續的一個 連串的一個現金流量 把它去估計出來 因為第一個沒有明文規定說 這家公司股票一定要發放多少股利 它能夠發放股利的因素可能很多 不是說只是看它會不會賺錢 因為我們必須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它在賺的錢裡面它必須要去規劃 規劃說有多少的現金我今天要發放 有多少的現金我要保留 那我如果保留的話就代表說 我目前的所發放的股利 在未來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成長率 我們等一下會講這中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 欸 要去估計 一家公司未來的 那個要發放股利的行為 可能不是很單純 可能不是去估算說它未來 這家餐廳會不會賺錢 那賺錢它應該就把所有的賺的錢就發放股利 那我就算它的限值就好 它其實不是那麼單純 那我們在這邊稍微把它簡化一下 因為第一個 我們沒有明文規定說股利要怎麼樣去發放 對不對 然後它又是一個永續的現金流量 永續的現金流量來講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估計什麼幾百期幾千期 以後它的股利要是多少 所以我們不會是足期去估算 它應該有的價值 所以我們會用簡化的一些模型 然後來去看看說 在這個簡化的假設之下 這家公司的股價應該是多少 所以呢 我們會把所有的公司的股票 簡化為這三類 第一類 就是股利呢 會未來這家公司的股票所發放的股利 跟現有的股利 應該是大致上一樣的 這是一類 當然我們知道這一類 符合這一類條件的公司的股票是非常的少 但是我們就慢慢慢慢切西瓜 先切掉一片 我說有沒有那種類別的 如果是屬於這種類別的話 那當然就很容易去計算 對不對 那第二個 第二個就假設呢 有一些公司的股票 它目前有發放股利 那目前呢 這一家公司的股利是成一個 穩定成長的一個模型 OK 然後我們也 估計這種穩定的成長率 應該可以維繫直到永遠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會有一部分的股票 也會被我們解決掉 OK 然後我們不屬於第一類 跟不屬於第二類的 全部把它放在第三類 所以我們就依照這樣的類別 我們一一來探討一下 如果是屬於第一類第二類的話 我們有沒有簡單的方法 可以計算出來它的股價 然後我們再利用呢 可能第一個第二個 我們有學到的一些手段 然後放在第三種類型裡面 第三種其實就是不屬於前面兩類 其他的所有包含的一個類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鼓勵零成長 就是說 未來所要發放的鼓勵 跟今天 它所發放的鼓勵 所以應該不相上下 有沒有這樣的股票 有 那這樣的股票大部分是屬於 應該是比較像是國外 國外的那個公用事業 Pupper utility 什麼叫公用事業呢 就是國外的任何一個 在美國來講 For example來講 美國 它每一個州 它可能會有自來水公司 有電力公司 那自來水公司跟電力公司 它一定是特許行業 因為它不會讓它 有太多的競爭 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它一定是依照 州政府所特許之下 可能某一些 單獨的一兩家公司 在執行這樣的一個行業 那通常呢 為了保障這些特許的行業 有適當的利潤 也不可能會讓它有暴利的情形 所以他們通常來講 都會有適當的利潤 所以適當的利潤 就是要保障投資人 有一個合理的報酬 OK 所以呢 我們通常來講 這些州市政府 它在訂定這個水價 跟電價的過程當中 就會把這個水跟電的發電成本 或是水的成本 所有的成本都算好之後呢 然後再加上那個 投資人合理的報酬 也就是說 它可能固定每年 就給它兩塊錢 或三塊錢的股力 把它放上去 然後再決定一個電價 或是水價 OK 那當然依照這個電價跟水價去經營 理論上來講 這水電公司 可能還是會多賺一點錢 或少賺一點錢 多賺錢呢 也不會因此就發給什麼 普通股的股東 因為他認為他合理的報酬 已經有了 OK 如果少賺錢或是錢不夠呢 當然可能 州市政府要辯列預算去補 OK 所以他也不會讓他虧錢 OK 所以這種特別的 一種情形之下的鼓勵 他很可能就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好 一定的水準 那我們先講 我們假設最單純的狀況之下 就是說 他的鼓勵就是固定的 然後直到永遠 然後你要求的 你只要算出來 你對這家公司 所要求的報酬率 那你計算這個股價的過程當中 就跟我們剛才在求算 特別股的股價是相同的 特別股的股價就是說 相同的股力 你領一輩子直到永遠 那在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就跟特別股沒有兩樣 OK 所以你就依照三塊錢 我們每年得到三塊錢鼓勵 那你對他的要求是0.14 所以就算出來 這個股票應該有的價格是21.43 好 那今天可能有人會問說 那如果萬一發生通貨膨脹會怎麼樣 發生通貨膨脹會怎麼樣 好如果發生通貨膨脹來講的話 你理論上會修正什麼 我們假設就是說 有些周四勝五 他是比較有彈性一點 就是說 當發生通貨膨脹的時候 他會允許他的那個什麼 鼓勵 會調整通貨膨脹率 所以他會怎麼樣 乘上1加上 某個通貨膨脹率 對不對 那相同的各位也要了解 你所要求的報酬力 也會去調整通貨膨脹率 OK 所以分子跟分母 會有一個同樣的一個 當然會有一點點誤差 但理論上來講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當你如果覺得就是說 未來會有通貨膨脹率 然後這個鼓勵很可能會調整到 比較高的一個疾勢 然後呢 當然你會覺得說 那你對於這個 那個要求的報酬力 也會調整同樣的一個比率 OK 所以兩個相處之下 你的股價應該不至於 會有太大的變動 OK 所以我們原則上來講 就是很單純的 你會覺得說 這個股力就永遠不變嗎 股價就永遠就是21塊多嗎 那我們會覺得說 可能是 因為 一旦你如果要調整股力 調整通貨膨脹 那你要求的報酬力 也會調整一個通貨膨脹率 所以分子跟分母所受的調整 應該是非常的接近 OK 所以我們大事實上呢 會認為 如果是那一些公用事業 那他的鼓勵 有比較 確定的一個行為的話 那我們應該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計算 那第二種類別呢 事實上也是在財務管理裡面 常常會被 引用來探討 一家公司股價行為的一種模型 這種模型 事實上在財務理論裡面 非常的 非常的著名 他是叫 Golden跟Lintner的一個股價的 Constant Growth Model 是一個 那個 就是 穩定成長率的模型 所謂穩定成長率的模型 就是說 有些公司 目前已經處在一個穩定成長期 我們大致上要先說明一下 我們說一般的公司 一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比如說 大家現在所看到的Google 或是 一些比較 新穎的公司 大家一剛開始的 成長率非常的高 可是這種高成長率 不可能直到永遠 所以它會慢慢 會變得比較過渡期 然後後來會到一個穩定的成長期 這穩定的成長期就是說 會提供給他的投資人一個 稍稍有一種成長率的一個報酬 OK 那這種穩定成長期的一個公司的屬性 通常就是一種大型的公司 而且他的所佔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所佔的那個資本額一定很大 那甚至會跟這家 這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的動態 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通常這樣的一個公司 以台灣來講 我們舉點來講 就像是台塑 台塑是台灣大概比較早的一個大企業之一 那他成立到現在已經六十幾年 那所以他所佔我們台股的那個百分比非常的高 然後你說台塑這樣的公司 目前有沒有成長 有他每年所佔的錢越來越多 每年的資產的規模也越來越大 但是他就是跟我們的國民所得 跟我們的人口成長 跟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會有密切的關係 OK 所以呢我們一般來講會認為 一個已經發展成熟的國家 他每年的經濟成長率 如果有計算通過膨脹率的話 他是介於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中間 OK 所以呢我們會認為說 如果你認為 你在看的這一家公司 他是有這樣的一個習性 就是已經是非常穩定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 跟財務的一個資本結構的組合 然後他這些要素都不太可能輕易改變 然後他每年就是維持基本 可以成長的那個幅度 那這個基本成長的幅度 就跟一個成熟的經濟 他每年所維持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 經濟成長率是一樣 那他可以永續的持續到永遠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狀況來講的話 那他其實是合乎邏輯的 理論上來講你說 如果說我們的國家的GDP 是成一個百分之三的成長 那因為我這家公司 所佔的這一家 這一個國家的一個 生產毛額也是非常的固定 OK 所以我們理論上的我的營收 也會成百分之三成長 那我們假設說我的成本率也差不多 所以我營收如果成百分之三成長的話 代表我營餘也成百分之三成長 我稅後盡力大概也會成百分之三成長 那我如果說我的資本結構 跟我股力發放的行為也是穩定的話 那你會預期到說我每股營餘也是百分之三成長 我發放的股力 因為我假設發放股力是固定比例 所以我的股力也會成百分之三成長 依此類推 所以你會看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有一家公司他今年所發放的股力 跟下一集股力中間他會差別就是一個成長率 那因為每年的成長率都一樣 所以你看喔 今年的股力是 明年的股力是今年股力成長一加積 後年的股力是今年股力成長一加積的平方 依此類推 OK 所以如果說你站在這個第0點 你今天要針對我未來的所有的股力去做折線 那你只要對D1除以1加i 我們則限定假設是i D2除以1加i的平方 那依此類推 OK 然後你又發現D1又等於D0乘上1加g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們如果要求算這個股價 就是在D0級的股價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表達為D1除以1加i D2除以1加i的平方 然後點點點 然後你如果再到這裡來的話 你會發現說 那你把D0提出來 然後你後面的中瓜谷 就是1加g除以1加i 以此類推這樣下去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為了述說比較稍微簡化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說那個股力是無窮多期嘛 那我們通常在數學上要處理無窮多期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它自我抵消掉 那怎麼樣自我抵消掉呢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我們在這邊就求算說 我們在D0級的股價是那樣算的 那我們如果說在1年以後去求算股價 我們再回過頭來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圖 我們假設說我在這邊要計算股價 那我們通常會假設我的下一個股力呢 是1年以後才會收到的股力嘛 對 所以我如果在第一年這邊要去計算股價的話 我相隔一年的股力是D2 所以我要D2除以1加i D3除以1加i的平方 依此類推下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看到 D2除以1加i D3除以1加i的平方 D4除以1加i的三次方 依此類推 所以我們就同樣的就把D0提出來 然後你會發現第一項跟上面的P0的第一項 是差一倍 差一個1加i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才是1加i除以1加i 這邊是1加i的平方除以1加i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因此而簡化 就把P1就可以列為P0乘上1加i 因為兩個中瓜湖裡面 微差的倍數就是1加i 也就是說明年的股價 應該是比今年的股價多個1加i倍 OK 那如果大家可以理解這個數學的一個運算過程的話 那就會很簡單 OK 因為我們今天這邊就稍微用一個比較余迴的方法 就等於有一個loop的方法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你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就是說 好 如果說我們的一年以後的股價 是現有的股價乘上1加7倍 那各位也知道 我們一年以後的股力 也是現在的股力乘上1加7倍 那因此來講的話 那你就會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好 那我們假設說 好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投資人 好 我們在這邊用一個 好 我們這邊是0 這邊是1 好 我們有個投資人今天用P0 去買了這個股票 然後經過一年以後 它會領到D1 因為它會領到D期的股力 然後呢 我們 在這裡 會有一個 股價經過了一年嘛 那我們剛才有說 股價如果經過一年的話 那它也會有一個成長 那個成長 我們其實 會把它稱為叫資本利得率 所以你看看喔 我們如果說有一個報酬率 我們的報酬率 R的話 我們今天會怎麼樣算這個報酬率呢 我們說我投資了P0 然後呢 我第一年的股力是D1 對不對 因為我 假設我買台積電的股票 我假設我用80塊錢去買 那我假設我第一年 我領到台積電的股力 是4塊錢 現金股力 然後呢 一直到年底來講 台積電的股票 假設變成86塊 那理論上來講 你要計算的報酬率就是說 第一個 一部分 是由股力來的 第二個 這個 一部分是由什麼 股價的成長而來 對不對 你的4塊錢 來自於你的股力 然後呢 你的 資本利得 就是 從你買價80塊錢 一直到86塊 你也成長了6塊錢 那 如果依照你原始所投資的80塊錢 來講 你就會形成多少的報酬率 那我們這邊呢 由於我們假設 我們的股力是 乘G%成長 所以我們的股價 也會乘G%成長 所以呢 你會發現呢 這邊是 D1 除以P0 然後這個P1 又等於什麼 P0乘上1加G 對不對 所以P0 乘上1 跟這個P0交掉 P0乘上G 除以這個P0 這邊就會是P0 這邊就會是P0 加上一個G% OK 好 所以你的報酬率會等於 D1除以P0加G 那你再做一個rearrange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那個要求的 你得到的一個報酬率 這個是有一點說 你事後諸葛亮會認為說 那你知道 你會得到多少的股力 你知道股價會成為多少 那你的報酬率就等於R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把它設為一個叫KS 這個K的話 通常就是一個資金成本 或是報酬率的概念 這個S的話就是stock 那我們再把它rearrange一下 我們就把P0挑到等式的左手邊 然後你會發現就是說 它就等於D1除以KS-G OK 那這個D1除以KS-G 你就可以想像的到 我們剛才不是說 股力如果是0成長率的話 那我們的股價就是D1除以KS 對不對 這個G就沒有 如果說 我們的股力是0成長的話 你看出來是D1除以KS 那你如果說 股力乘一個成長率來講的話 我們就只要再分母調整 就讓它減G 因為我們剛才是 我們的股力是穩定 就完全不成長 那你會後來發現就是說 你如果股力乘一個穩定成長率來講 在這個折現式裡面 它只要在分母的地方調整 讓它減G 就可以表達這樣的一個情形 OK 那所以呢 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只要你知道 或是只要你可以 大致上去評估 你要買的這一家普通股的股票 它的風險大致上為多少 那我們會利用第五章的方法 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如何去評估出來 比如說台積電中鋼 或中華電信 它應該有多大的一個 所謂要求的報酬率 然後你在依照說 你下一期會拿到它多少的股力 然後呢 這個股力目前到底成多大的一個成長率 你因此就可以算出來 這一個股票應該有的價格是多少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key point還是在這裡 你必須要知道 就是說這家公司的風險 所帶來應該要有的一個 要求的報酬率是多少 那有關於要求的報酬率是多少 我們在第五章真的會很詳盡跟各位報告 好 那我們在這邊只是先假設我們應該已經知道這個數值 OK 所以呢 這個是如果鼓勵成一個穩定成長型的一個股票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model成為這種很簡單的一個股價的一個模型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那個 當然我們說最基本的一個 那個穩定成長型的股票 你如果要求它今天的價值 那p0等於d1除以ks-g 那等一下呢 我們可能在另外一個pricing model裡面 會用到一個公式 就是說如果你想知道 第t期 我們等到t期以後 再去算股價的話 那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它會等於這個t的隔一期的股力 然後再除以ks-g OK 那這個東西等一下會用到 那事實上它的道理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說p0 那每隔一年的股價會成長一加積倍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p0到pt的話 就是乘上一加積的t次方 對不對 那d1到dt加一期的話 這中間的相隔也是一加積的t次方 對不對 所以你把分 你把那個等式的左邊 乘上一加積的t次方 跟這邊的分子 同樣乘上一加積的t次方 那這兩個等式 事實上就相通了 對不對 所以沒有太大的一個意外 那在這邊呢 我們接下來要跟各位講的概念 也就是說 事實上發放鼓勵的行為 它其實影響的要素很多 影響的要素很多 那我們在這個課程裡面會有一張 會講鼓勵政策 在鼓勵政策那邊 我們就會講到很多 不管是心理層次的因素 不管是制度層次的因素 或不管是稅法上面的因素 都會影響一家公司發放鼓勵的行為 那今天呢 我們在這個章節我們還是很簡化了 把那些因素留到那個章節去講 那我們這邊就談到一個因素 就是說發放鼓勵跟這個鼓勵成長率之間 有一點點替代關係 什麼叫替代關係呢 如果有一家公司 他今年賺的錢 賺的錢當然是稅後淨利 那各位當然知道稅後淨利可以做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決定當期發放現金鼓勵出去 那發放現金鼓勵的部分 很可能是在稅後淨利的某一個部分 那剩下來的部分呢 就當作保留盈餘 那保留盈餘是做什麼用的呢 保留盈餘呢 就等於是再投資到整個公司的營運規模裡面 就是把公司暫且不要用的錢 把它投資在公司裡面 那我們舉例來講 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蘋果公司 現在每年賺很多的錢 可是他發放的鼓勵非常的少 我們上禮拜有 前幾個禮拜有跟各位講 蘋果的股價曾經一度到達700元 但是他今年所發放的鼓勵 就只有一塊錢左右 一塊錢美金 那你會想說他賺了很多的錢不是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只發放一塊錢美金呢 那其他的錢哪裡去了 那其他的錢再度投資在公司裡面 或是他把它保留盈餘 就利用那個現金 他可以再去發展其他新的商品 因為他需要用那個錢 那發展其他商品 那可是我只領到一塊錢的鼓勵 股東會不會滿意呢 股東可以滿意 為什麼 因為他保留盈餘的那一部分 就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成長率 什麼叫成長率 我們等一下會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跟各位講說成長率跟那個 現有的鼓勵之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呢 我們剛才所講的蘋果的那個例子的話 就是說 他現在發放給你比較少的鼓勵 但是呢 因為他保留盈餘的部分很多 所以他未來鼓勵的成長率的potential 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 那如果我們做另外一個極端 另外一個極端就是說 我今年賺多少錢 那我就把那個錢全部發放為鼓勵 那如果今年賺多少錢 全部的錢都發放鼓勵的話 那會怎麼樣 就等於整個公司幾乎就沒有成長 因為理論上來講 你賺的錢全部都發放出去的話 那今天公司的資產規模 跟去年公司的資產規模 幾乎沒什麼兩樣 對不對 沒有兩樣的話呢 那明年賺的錢 跟今年賺的錢就會一樣 因為我們認為說你賺的錢 跟你的資產規模是有關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呢 你如果說今年的盈餘 那到最後最後的盡力 全部都發放當鼓勵 那你的資產規模 人來不變 你就會把原先的折舊所 換回來的現金流量 然後把它當作是一個投資 所以用投資抵掉折舊 所以資產規模完全一樣 資產規模完全一樣呢 那你的EPIT就會一樣 你的稅後經歷也會一樣 就不會有成長率 OK 所以你如果全額的錢 發放鼓勵 完全沒有保留的話 公司就不會有成長率 那每年所賺的錢就一樣多 OK 那你如果說肯犧牲一部分的 今年的鼓勵 就把它保留盈餘起來的話 那明年的那個盈餘 就會比今年的盈餘多 明年的鼓勵 就會比今年的鼓勵還要大 OK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有一個 issue在這裡 這個issue的話就是說 公司應該去決定 發放多少的鼓勵 因為他決定發放鼓勵的同時 也是決定保留盈餘應該有多少 那保留盈餘的大小會去決定 公司未來的成長率 所以呢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有一家公司 他可能面臨這樣的抉擇 所以我今天如果發放鼓勵多一點的話 保留盈餘就比較少 未來盈餘的成長率或鼓勵的成長率 就會比較小 所以你用比較高的當期鼓勵 但是比較低的未來的成長率 那另外一個選擇就是說 我今年發放比較少的鼓勵 我發放比較少的鼓勵以後呢 我就保留比較多的盈餘 保留比較多的盈餘呢 未來鼓勵的成長的potential就會比較高 所以我是低當期的鼓勵 但是未來的成長率比較高 或是高當期的鼓勵 未來的成長率比較低 你必須要去做抉擇 那當然一定有人會問說 那我到底保留多還是保留少比較好 那我們到時候就會告訴你 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可能如果那種高成長的公司 高成長的公司 比如說像Google 比如說像Apple那樣的公司 那目前處於高成長 所以錢呢把它發放給你 那它只有兩種用途 你第一種用途的話是怎麼樣 拿去消費嘛 第二種用途 你去買別家公司的股票 第三有用途 它鼓勵發放給你以後 你再去買這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其實這樣都不make sense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把錢留在Apple 跟Google的身上的話 它是用高成長率成長 所以錢留在這一家公司裡面的 報酬率是比較高的 你如果把那個現金鼓勵拿回家 你拿去消費 或是拿去買別種股票 就划不來 那你說我就算是買同樣一家公司的股票 那你就多了兩個交易成本 第一個發放股力的過程 有一個交易成本 你在買股票的過程 又多了一成交易的成本 那乾脆你就不要去拿那個股力 對不對 你可以節省兩個交易成本 所以呢 我們這邊等一下會給各位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你到底哪一家公司 應該決定多發放股力 跟少發放股力 就應該取決於說 你把錢留在公司裡面 所能得到的報酬率比較高呢 還是你把錢發放給 那個股東 股東自己去找的投資報酬率比較高 如果你認為像我們剛才所提的 Google 或是Apple那樣的公司 它理論上應該少發放股力 因為它把錢放在公司裡面 然後越滾越大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 有一些公司 我們認為它是西洋工業 所以西洋工業就是說 它有很多的現金 可是它沒有未來的投資機會 那如果把錢放在這樣的公司裡面 那它投報率非常的低 那倒不如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公司可能可以借著發放股力 或借著減支 把這個資金退回給股東 然後讓股東自己去找好的投資機會 那這樣子很可能比較滑的來一點 OK 我們等一下很可能會得到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我們在這邊 我們要告訴各位 一個簡單的一個公司 我們說所謂的成長力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如果說你保留盈餘比較多一點的話 那這個公司未來的 那個鼓勵成長的potential 就會比較大 因為你等於是把那個錢 投資在公司的規模裡面 那你保留的盈餘部分越大的話 公司的規模增長越大 那依照相同的投資報酬率之下 公司的那個盈餘 或是股力的成長率越大 所以呢我們這邊有個公式 就是說 你要去計算 檢閱的計算一下 這個公司股力的成長率 或股價的成長率 它大致上可以等於 所謂的ROE ROE就是呢 我們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去乘上一個保留盈餘率 去乘上保留盈餘率 乘上保留盈餘率 如果說我們一塊錢的 稅後淨利 那你發放40%當股力 那你的保留盈餘就是60% OK 那所以呢你的ROE就乘上60% 就等於股價或是股力的成長率 OK 那當然 Retention 就是保留盈餘率 又可以等於1-payout ratio 好 那當然各位看到這個公司的時候 覺得這個公司很簡單 那一定不太舒服說 這個公司到底能不能realize 能不能真的就是代表我們在實務上所認知的情形 所以我們在下面我們就做了一個例題 做了一個例題給各位看 這個例題就是說 我們假設某一家公司它的ROE等於20% 那它的股利益支付率為50% 股東權益的其初的餘額是等於100% 不是等於100塊錢 等於100塊錢 那你可以從這邊看到說 股利的支付率等於50% 所以保留盈餘率等於多少 也是50% 50% 那你看一下如果我們的ROE是20%的話 保留盈餘率50%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G成長率等於多少 等於10% 等於10% 好 那等於10%我們就舉個例子來看 我們剛才有講 我們的股東權益的其初餘額是100塊 OK 100塊 那我們就來算算看 我們說股東權益的其初餘額如果是100塊 那今年的ROE等於多少 20% 所以其實你的股東權益成長ROE就等於你今年的稅後盡利 所以你的稅後盡利呢 我們講這稅後盡利就是等於20塊錢 那我們說稅後盡利裡面呢 有10塊錢當作是股利 因為我們股利支付率50%嘛 所以保留盈餘也是等於多少 10% OK 10% 不是10% 就是10塊錢 所以你看喔 當期的股利10塊錢 然後保留盈餘10塊錢 所以到那個股東權益的期末餘額呢 就是原先的這100再加上那個保留盈餘就變成110 對不對 就變為110 那第二年開始呢 我就用這個股東權益的110 再乘20%的ROE 我第二年的稅後盡利多少 22塊 OK 22塊 那我仍然決定一半呢 當作當期的股利 另外一半呢 又保留盈餘了 對不對 然後到第二年年底 我的股東權益就變成121塊 那以此類推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種情形 怎麼樣的情形 你的盈餘呢 成10%成長 我們說盈餘成10%成長 非常有可能 你的營收也是成10%成長 因為我們說這種穩定成長的公司 它的那個成本結構 它的資本結構都非常的穩定 如果是非常穩定的一個情形之下 你可以假設說 它的稅後盈餘跟它的營收 跟它的毛利 跟它怎麼樣 都是成10%的成長 OK 那營收成10%成長 很可能跟這個國家的 那個GDP啦 成10%成長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依此類推 你就會說 我們當期的盈餘成10%成長 股利也成10%成長 然後呢 股東權益也成10%成長 所以這個成長率可以apply到什麼地方 你的股利是成10%的穩定成長 非常有可能你的盈餘也成10%成長 那盈餘呢 又可以往後推說你的營收也應該是10%成長 那因為你的股東權益成10%成長 那你有沒有想到說 如果說我流通在外的股數不變的話 那我的股東權益如果成10%成長 就是說我股票的賬面價值也是成10%成長 所以我們股價呢也非常likely也會成10%成長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樣的例子就說明了 為什麼我們說 剛才那個穩定成長率的G 它可以apply到 different level 股價也可以成10%成長 股利也可以成10%成長 所以我們可以apply到說 盈餘啦EPS成10%成長 然後我們的那個營收也可以成10%成長 因為這在我們做企業評價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機會修到企業評價的課 你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成長率事實上是apply到 我們的營收的成長率 好不好 好 那所以依此類推 你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你的股價 是受這個成長率的影響 股利也受這個成長率的影響 那決定你這個成長率的大小就跟你 決定你發放股利的比率 跟你的那個保留營的比率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剛才不是提到嗎 那怎麼樣的公司應該多發放股利 怎麼樣的公司應該少發放股利 那我們這邊就來做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demonstration 很簡單的一個顯示 我們這邊呢 那就假設有一家公司 股東權益對他的要求的報酬率是15% CAS等於15% 股東所要求的報酬率是因為 股東對這家公司風險的評估 我們認為說這家公司 應該要給我15%的報酬率 要不然我就不願意投資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論調 那股東權益的報酬率就代表說 我這一家公司對這種風險的一個股票 他的要求就是15% 所以他會拿15%去當作 我對於投資股票的一個折限率 好 那今天如果說我們有兩種 比較極端的情形 一種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有些公司 他的ROE等於20%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類似像是Google啦 或是像Apple那種公司 你如果把錢放在這一家公司裡面 他自我會產生的再投資報酬率是20% 好你要知道 我如果花一塊錢的股利給你 你拿了這一塊錢的股利 如果去投資另外的資產 你要求的報酬率是15% 可是你放在你公司裡面的話 他再投資報酬率是20% 那你會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針對於這樣的公司 ROE大於你的KS的這樣的公司來講的話 你理所當然應該要多保留盈餘 而不要發放股利 因為你發放股利呢 股東自己拿了這個錢 自己會去找的再投資報酬率是15% 但是你留在公司裡面 他的再投資報酬率是20% OK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這個 當ROE等於20%的情形 那你就會看說 如果股利放放率是40%的話 他拿到的股利是0.4% 那可是我們會算出來我們的Growth Rate 就是我們20%的ROE層上 他的1-到40%的支付率 那他保留盈利是60% 那我們這邊是得到12% 如果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他的股價應該是13.33% 如果股利發放只有40%的話 那我們看下一頁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 股利發放率從40%提到50% 就是這個case 提到50% 提到50% 就是說我當期的股利是增加了 當期的股利從4毛錢變成5毛錢 沒有錯是增加的 但是我的股利成長率呢 減少了 因為我的保留盈利 本來從60% 現在變成50% 保留盈利成為50% 所以我的股利的成長率就等於10% 那我因此呢 我說我分母是大一點沒有 分子大一點沒有錯 分子從0.4變0.5 但是我的分母呢 從0.5 我的本來是0.15-0.12 這邊是0.15-0.10 所以我分母也變大 分子也變大 但是相處起來的話 我的股價就變低了 上面那種case是13.33% 但是如果我發放股利多一點的話 保留盈利少一點的話 我的股價就降低了 對不對 那所以這是 當你的ROE 如果大於你的KS的話 理論上保留盈利 對這家公司來講是有利的 所以像Apple這樣的公司 它今天只發放1塊錢的股利 那是有理論根據的 因為它把它留在公司裡面 它的債投資報酬率是高的 因為它今天還是處於 非常高的成長的情形 那相同的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不是講 會有一種西洋工業嗎 西洋工業就是說 公司雖然賺了很多的錢 但是它很可能所處的行業 比較保守 很可能也比較不成長 很可能也比較沒有什麼 新的投資機會 那沒有新的投資機會 它是怎麼樣 它的未來ROE 如果把錢放在這家公司裡面 因為它的本身的產業 的報酬率也低減 然後它也沒有新的投資機會 所以它很可能ROE 就越來越小 ROE越來越小 你把錢留在公司裡面 有沒有道理 可能就沒有太大的道理 那所以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ROE只剩下10%的話 那你看看Gross Rate 這邊只剩下6% Gross Rate只剩下6% 所以你保留太多的盈餘來講的話 可能不是更好的一個消息 所以我們雖然說 好我們那個股利是4毛錢 但是我這邊的那個成長率 就變得很低 0.06 OK 所以我算出來股價 這邊就有4塊4 4塊44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個 我如果把股利放放率 提高到50% 我們剛才發40% 提高到50% 提高到50%呢 那這邊是0.5% 那但是它的Gross Rate呢 它的Gross Rate 它保留餘餘剩下50% 對不對 所以它Gross Rate 所以它的分子增加一點 但是它分母0.15-0.05 等於0.1 那你會看到 算出來股價比較高一點 那這股價比較高一點的原因在哪裡 你如果多發放一點股利給股東 股東因為他自己要求的報酬率是15% 所以他拿到現金以後 他會去自己找15%的再投資報酬率的機會 但是你如果繼續把錢留在公司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說把錢留在公司裡面 他會用10%的報酬率再去滾下去 但是如果你把現金拿給我 自己會找15%的報酬率的機會 再去把它滾下去 所以哪個比較有利 多發放股利比較有利 所以你會發現呢 在這種極端的例子裡面來講的話 你如果把所有的賺的錢全部發放股利的話 100%發放股利 你股利變成一塊錢 那你就沒有再投資 沒有保留盈餘 沒有保留盈餘呢 你未來的股價的成長率是等於0 但是因為你這個股利是一塊錢 所以你EVEN就是用0.15的KS去除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股價是最高的 最高的原因就是因為你 你把錢留在公司裡面 你是沒有 你的報酬率只有10% 你如果全部的錢發放給股東 股東自己去找的投資機會是15% 所以這樣的一家公司來講的話 股利支付率100%可能是最有利的 因為股東可以拿到自己的錢 得到比較好的再投資報酬率 所以你會發現股價是比上面還要高一點 那所以你會得到幾種形形 我們說當你的 當你的KS 因為我們這邊大概好像省略了一個東西 股利成長率保留員跟股東權益報酬率 權益報酬率之間的 我們應該是說KS大於ROE 我可能有一個字沒有答錯 KS大於ROE的時候 就是你的股東權益要求的報酬率 如果大於ROE 那代表股利支付率越高股價越高 就是我們剛才講ROE等於10的那種情形 那當KS小於ROE的時候 KS小於ROE的時候 那股利支付率越高的話股價越低 KS小於ROE就是ROE大於KS 就是你把錢留在公司的自我 再投資報酬率是比股東自己要求的報酬率 高的話那你就應該越保留益 所以股利支付率越高的話股價就越低 OK 那如果說當KS等於ROE的時候 KS等於ROE代表什麼 你把錢放在公司裡面也是得到15%的報酬率 你把它發放給股東 股東自己去找的投資報酬率也是15% 所以你錢放在公司裡面 跟錢發放給股東 理論上是沒有差別的 那理論上沒有差別呢 它就跟我們剛才這個中間的這一行一樣 中間的這一行呢 因為你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跟你的股東所要求的報酬率 都是15% KS也等於15% ROE等於45% 所以你看一下 不管股利發放率是40% 50或是100% 你會發現呢 它的股價都是6.67% 就代表錢留在公司裡面 跟錢發放給股東 它所得到的再投資報酬率都一樣 所以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你股利發放率 對股價可能沒有影響 然後呢 我們再說 如果股利的支付率是等於100% 股利的支付率等於100% 是什麼意思 你賺的錢全部發放給股東 那就沒有保留盈餘 沒有保留盈餘 如果保留盈餘率等於0的話呢 ROE不管高或低 都沒有用 因為Gross Rate都等於0 對不對 那Gross Rate都等於0的話 代表那個 就跟我們上一頁的 這列一樣 那這一列各位可以看到說 當股利支付率有100%的話 它的分子都是1塊錢 都是等於它的EPS 分子都1塊錢 那因為它支付率100% 所以它的Gross Rate都等於0 不管ROE的大小 Gross Rate都等於0 對不對 所以Gross Rate都等於0 都不見了 所以它分母留下來 就是KS等於0.15 對不對 所以分子也一樣 分母也是一樣 所以呢 在股利支付率有100%的時候 因為ROE就沒有產生效用 沒有產生對G的影響 所以你會發現股價呢 就是完全就是6.67 OK 就是說你賺多少錢 發放多少的股利 那就沒有保留盈餘 也沒有保留盈餘 就沒有對G產生任何的影響 所以它所求賺出來的股價 都是一樣 OK 所以呢 我剛才這邊 你會發現就是 就是在大於跟小於之前 或等於之前 應該有個KS KS大於ROE KS小於ROE 或KS等於ROE 好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 主要大概就是 給各位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呢 就是說 當公司的成長率很高 ROE很高的時候 那公司應該要保留盈餘 少發放股利 那 對股東來講是比較有利一點 那反之如果公司呢 本身沒有太好的投資機會 沒有什麼成長的機會 ROE比較小的話 那對股東來講 比較公平的一種方法 就是發放股利 讓股東自己去 對自己鼓勵做最好的處置 好 我們剩下時間 剛好可以把這個立體走完 那 我們剛才有講過 我們對於股價的評價 應該有三種類別 第一種類別就是說 你就假設他股利沒有成長 比如說我們剛才所講的公用事業 非常接近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第二種類別就是說 公司有發放股利 而且呢 目前股利是屬於穩定成長期 那我們會說有一些大型的公司 比如說台灣的台塑啦 中華電信啦 中鋼 這種大型的公司 他一直都有穩定的成長 那這穩定的成長的成長率呢 跟整個經濟體的3%到5%的 穩定成長率事實上是一致的 那就可以用我們剛才所講的那種模型 去決定他的股價 就P0等於D1除以KS-G 那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說不屬於前面兩種類別的 我們理論上都可以把它歸納為第三種類型 歸納為第三種類型 雖然我們這邊的標題就是說 股利先成高成長率成長 之後成穩定成長率成長 那事實上呢 我們如果說有一些公司 一剛開始的時候沒有成長 股利沒有成長 或沒有發放股利 那之後股利成高 高速成長然後再成穩定成長 這樣可不可以 也可以 其實我們應該是這樣來講 任何不屬於前面兩種類別的 一個公司來講的話 我們會假設這樣的公司在某一定的期間之後 股利會成一個穩定成長率成長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才有跟各位講過 我們說那個 我們理論上去預測 無限多期的股利 所以呢我問你說 台積電138年以後會發放股利是多少 沒有任何人可以回答我 沒有任何的分析師可以回答我 所以我們對於說 很多年以後 要產生的股利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猜得那麼精準 所以我們大致上會說 好 台積電可能未來五年 我可以依據分析師給我的資料 我可以推出來未來五年台積電的 盈餘啦鼓勵發放的情形大致上怎麼樣 可是有關於五年以後呢 可能太久了 沒有任何人會有太 有把握的一種估算 所以我通常在五年以後 我會假設台積電 會成一個穩定的成長率 然後成長直到永遠 我會用這樣的一個方法去處理它 那至於在穩定成長率之前 它是高速的成長 或是甚至是負的成長 或是怎麼樣的成長 那沒有問題 OK 也就是說我們未來五年呢 就是用我們個人所收集的資料 然後先去估算每一年的股利是多少 那超過五年以後 或超過十年以後 我再用一個穩定成長率的一個假設 然後去應付這樣的一個股價的評價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用一種情形就是說 我們假設目前有一家高速成長的公司 那它今年先發放兩塊錢的股利 然後我們說它會有兩年的高成長期 百分之三十的成長率 之後會有一年百分之二十的成長率 然後在第三年以後 它就成百分之十的成長率直到永遠 OK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我們說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前面這三年呢 是一種特殊的狀況 我們可以逐年去估計它的股利 然後三年以後呢 由於它成一個穩定的成長率成長 如果它成穩定的成長率成長 就可以應用我們剛才在第二種模式裡面 穩定成長率的公式 然後去計算出來 如果從第三年穩定成長以後的那個股利的話 它可以折合成一個股價是多少 所以我們在這個題目裡面呢 我們基本上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是這樣子 我們告訴你 我們第一年的股利 第0年 就目前的股利是兩塊錢 那我們通常要決定要去買這個股票 我們通常會決定說 這個雖然這一年有發放兩塊錢的股利 但是這個股利應該是 你買股票之前的前手就拿走了 因為我們通常在計算折現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現金流量都會距離現在一年 所以我告訴你這個 目前的兩塊錢股利 只是讓你用來計算 你下一年的股利是多少 但是這個 我這邊用藍色的一個顏色去代表 就是說這個股利等一下折現的時候 是不會出現在我們折現式子裡面 它只是提供給你資訊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兩塊錢是沒有 包含在我們折現值裡面 所以呢 我們會領到的第一個股利就是D1 我們D1怎麼算呢 就是這兩塊錢乘以1加上30% 我們有30的成長率嘛 所以我們第一個股利會領到 那下一年的股利呢3.38 我們也會領到 那在下一年的股利呢 我們算出來是4.06 我們也會領到這個股利 然後在第三年年底之後呢 這股利會成一個穩定成長 那我們就假設說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這邊算一個P3 第三年的股價 那這個D3的話就等於D4 因為從第三年之後就成為穩定成長 穩定成長我們就會有一個穩定成長的公式 就是D4除以Ks-G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先算出來 在第三期以後 所有的股利就可以折現在第三期的年底 然後以P3來代表 OK 所以這個P3呢 就等於4.46 就是第四個股利 第四個股利 我們也沒有折現喔 我們只是利用第四個股利去算P3 第四個股利是除以0.15 這是股東所要求的報酬率 然後呢 從第三期以後的成長率是10% 所以我們減掉10% 所以呢 我們就等於是說 領到第一期股利 領到第二期股利 在第三期呢 領到第三期股利之後呢 如果你決定把股價賣掉的話 把股票賣掉的話 那時候你會得到89.2 對不對 其實你不用把股票賣掉 因為那時候89.2是代表 第四期以後的所有的股利 折現在第三期年底的折現值 是89.2 所以你如果不賣掉也OK 反正89.2只是 後面的所有的股利的折現值 所以你要針對的是 就是這一年以後的2.6 兩年以後的3.38 第三年你會0到4.06以後 你還會 如果你決定把股價賣掉的話 可以賣掉89.2 所以我們是針對這三年的股利 然後呢 用15%去折現 那你會算出來這個 這個股票 這個清流公司的股票 它對你來講 它應該有的價值是66.16元 OK 所以呢 這是一個general form 我們只是把它分為說 你會在某一段期間以前 你可以假設這個公司所發放的股利 可以是任何的型態 但是在某一段期間之後 你可以藉著 假設這股利會成一個穩定成長 然後你用 藉用我們在第二種模式所利用的公式 去簡化我們計算的過程 就可以把那個無窮多期的那個股利的問題 把它解決掉 那至於在這個穩定成長期之前呢 它可能是高速成長 可能是低速成長 可能一點股利都沒有發放 比如說 我們大家都熟知的一個例子 就是7-11 那7-11呢 它一剛開始的前面七年是虧損的 那當然虧損它就沒有發放股利 對不對 那虧損轉虧為盈以後 那一開始就會很高速的成長 那很高速的成長 我們也不會假設 它就是一直都用高速的成長 它可能到達某一定的期限以後 它會穩定成長 所以你就可以去估計 如果說你在很早期去買這個股票的話 你要推斷起來 它前面幾年是沒有股利 那之後呢 開始發放股利以後 會有高速成長多少年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又穩定成長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在這種模型裡面呢 你大概就只能說 不屬於前面兩種類別的股票 都可以落在這一個類別 那你只要確定就是說 在距離現在的這幾期 你要用另外的方法去收集股利 然後超過某一定期限之後 我們假設說它也穩定下來的 那你就假設說 從那時候開始 股利可以從當時的狀況成一個穩定成長期 然後你就可以發現說 我們就可以解決掉 後面那個無窮多期的那種窘境 我們就依照我們假設 那個穩定成長期 遲到永遠 那就可以算出一個股價 然後你的整個股價求算的過程 就可以非常的簡單 好 那當然在這邊 我們只幫各位算出來股價 那你說老師 你不是說 評價最重要的一些 除了股價以外 就是要求算報酬率嗎 那其實我們這邊 如果對於這種 不均等的現金流量 我們能不能求算報酬率 有Excel裡面 有求算報酬率的方法 那只不過那個方法 我們剛好下禮拜 剛好會講到 就是計算 投資案的內部報酬率 Internet rate of return 利用我們的 下禮拜要交的 Internet rate of return 你應該可以計算說 你買了某一種股票 花了多少錢 拿了幾次的股率 然後又把這個股票 要賣出去賣得多少錢 那你可以計算 買跟賣中間的一個 報酬率應該是多少 可以用那個 IR來算 那因為IR 剛好所計算的方式 跟我們到目前為止 所交的那個 Excel的function 到目前還不知道 該如何用 但是我們下禮拜 我順道會跟各位提一下 用Internet rate of return 你就可以計算 你買賣股票之間 所隱含的 平均每年的報酬率 是多少 OK 那所以我們這一張 主要呢 重點兩個 一個就是幫各位 把一些 現金流量直線的一個 基本的技術 跟各位 闡述了一下 那我也利用這些技術 剛好套用在 我們金融資產的評價 跟計算報酬率的一個 狀況之下 如何去求算 OK 所以它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評價的一個觀念 那當然我們在下面兩個禮拜 我們會利用這些評價的觀念 來從事對實質的投資計畫 應該如何去判斷 如何去計算出來 哪樣的一個計畫 才是我們公司應該去執行的 也就是說我們 我就講到 經理人的第一個 重大的目標 就是要選擇好的投資案 那我們就要來告訴各位 什麼樣的投資案 是好的投資案 這樣的投資案 會提供給我們 怎麼樣的報酬率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東西來探討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為止 在真正中 我們會願意不 glove 多謝 謝謝 我們聽聽到 感谢观看